好那首先呢打开我们的讲一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讲课资料第一天 然后呢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会不停的保存视频啊 这个视频的名字呢在这里都有啊 我不再去写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那么再一次给大家去说一下每天讲课之后给大家发的资料 这是不是第一天的资料打开以后能看懂吗 这里面是什么视频 然后这里面是啊代码 注意代码我会给你一个压缩包的形式 知道什么叫压缩包吧 知道啊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是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图片 注意这些图片我不是白给你画的 所以下课以后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些图片 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知识点啊 OK 然后下面呢 什么东西 总结 还有这俩是啥玩意儿 我上课的话是不是用这个讲义来讲课呀 对吧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几天 两天 这是我们今天用的 然后呢第二天呢提供给你 为什么 对了 大家上课呢要养成一个习惯 提前做好预习啊 因为你预习一遍之后呢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自己在预习的时候压根是一点都不懂 那所以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要重点的去听它了 能不能理解 能 OK啊 这是我们的课程的介绍啊